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燕 律师小姐 事情的经过 陆景赫已经跟我说了 看来这一次 我们又要警民合作了 我们物证科的同事还没结束 暂时还不能让你们去现场 没关系 正好 我们也有一些事情想跟你确认 什么事 在警方的记录中 鱼谷在海马会时 有没有其他亲人 在你们来之前 我们已经抽掉了鱼谷的全部档案 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啊 加入海马会时还没成年 只带着一个身体不好的妹妹 鱼露 原来还有这样的后续 根据我们的调查鱼谷的父母在他们兄妹加入海马会之前就出车祸去世了 常理是这样没错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们兄妹最后加入了海马会 那海马会接纳他们兄妹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兄妹的父母死后 肇事者赔了一笔不菲的赔偿金 据鱼谷当年的笔录 他在海马会两年期间陆陆续续都将这笔钱捐完了 颜队 鱼谷的妹妹在海马会解散后 去哪里了 她没等到那一天 鱼露才加入海马会一年半后 就因大叶性肺炎去世了 理论上是这样 但鱼露从发病到死亡的过程发展很快 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回天乏术 我看过她的死亡证明 再过两天就是她七岁的生日 关于鱼谷兄妹的信息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其他三名失踪者 他们三个在海马会期间 为了捐钱欠下了巨额高利贷 最后都搞得家破人亡 这种情形在当年海马会受害者的口中 比比皆是 我猜他们多少会有所察觉 只是他们在这过程中 已经投入了太多的成本 如果承认之前的付出只是一场骗局 那他们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可怜 所以他们愿意继续做梦 直到他彻底碎裂 将血肉模糊的现实赤裸裸摆在面前才肯睁开眼睛 这也是很多传销组织的成员 无法彻底摆脱控制的原因之一 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 有种情形在的 是个特别的 我猜就会变得更紧的 对 这些蜘蛛丝好像不是真的 对 根据成分检测 这些蛛丝跟游乐园伪装鬼屋的蛛丝一样 都是人工合成的 会不会是有人故意的 用珠网掩盖某些不想让人知道的真相 是人工合成的真相 因为十年前的案子一般没人敢靠近这里 所以很多东西都保存了下来 这些蛛丝都保存了下来 也许关于四方七楼的恐怖传说 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到底是真的有鬼还是装神弄鬼 等到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就清楚了 这些蛛丝都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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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了 直入这些蛛丝都保存了下来 不过iegen irre随无人 收尾 散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仅如此 这幅画应该是最近才画上去的 没错 通过颜料检测 大致可以断定 这幅画大概是三个月前画上去的 不过这附近监控已被损坏 没拍到作画的人是谁 这个作画的人 会不会跟失踪案有关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小熊玩偶 看上去跟鱼骨的玩偶屋里 放着的有点相似 虽然是鱼鹿的所有物 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肯定跟鱼骨有关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玩偶虽然看着有点旧 整体却保护得很好 干净到跟这个空间格格不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错 我们专门调查了一下 推测这应该是个类似召唤亡灵的法阵 不过也不能完全确定 这个法阵用了很多杂乱的元素 可能是绘制者自创的 你们说的是那个流传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恐怖传说 这种废弃的老房子 确实很容易自生都市怪谈 但一般都是民间穿凿附会 不能当真 我猜画下他的人 如果不是真的相信他可以招来死者的亡魂 就是为了吓唬人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由于时间隔得比较久 估计真正调查起来还很麻烦 如果后续有新线索 我会同步给你们 嗯 谢谢颜队 大致的情况你们应该都了解了 接下去我还有个会要开 不方便把你们继续留在这里 起来 这团的信心 这朵来也不愿意 我的东西 也可以尴尬 提到那朵来 其实眼带 这个 那朵来 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有点奇怪 这里到处都是杂草和残破的房间 只有 有点奇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那个属于鱼鹿的小熊玩偶 虽然有点旧了 但看上去却保存得很好 完全不像是在这里摆放了十年之久 不一定 鱼鹿在福利院的时候 也画过槐花束 四方七楼的构造 是四面荷包的建筑圈 而且每个房间 都有窗户朝着中庭 就在河飞把它看起来 那边老板 还有这边 现在已经有损復了 每个房子都很好 ,我保识了 如果想要配仇 ,我可以带不上 我先去 我现在返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